露出胜利的笑容走上舞台握紧手中奖杯 高雄老字号银楼令PC近在网路卖黄金 居然意外让业绩成长四倍 也因此获得电商的年度突破奖 也让银楼业者打破区域限制 把黄金卖到全国各地 浏览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也上架各种不同种类的商品 不管是高单价的金块 还是比较低单价 比较便宜的小元宝 金式百件等等 来满足不同课程的需求 我们目标是要打破一般民众 对传统营楼的黄金 比较熟悉的刻板印象 不知业绩突破吸引目光 坚持MIT产品 而自创品牌的空气清净 绿材商也因为服务到位 让他荣获最佳服务品质奖 那我们基本上坚持台湾MIT 自产自销 而且能够通过专业的实验室的认证跟检测 提供消费者一个高品质的绿网的选择 最重要的就是快速的一个物流的服务 基本上当天下单的部分 我们都是五点前就会出货 电商业者鼓励卖家创新突破 并提升服务品质 因此举办颁奖典礼 总计有150位卖家 入围电商的精选奖 不只展现传统产业的变革 也让消费者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 包括在成长突破 然后还有经营层面的创新 卖家的服务来评选我们的卖家 最终我们有46位卖家获奖 我们在今年4月的时候 有推出电到店的隔日到货的服务 大概才上限半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有六倍的成长 电商平台吸收网路卖家 透过各种服务速度提升 要让民众和店家 以及平台创造三赢局面 明星新闻乘友谈战亚伦台北报导